哈囉 大家好 我是德 今天要來幫我的小陽台 裝設全自動膠水噴霧系統 夏天到了 相信有在種植物的植物們都非常清楚 夏天最可怕的就是它的溫度 還有濕度的控制 自己種的植物就是像 煮玉 露角爵 火候 觀音臉 那些植物其實對溫度跟濕度的控制都非常重要 所以一到夏天雖然它們葉子長很快 但是也很容易出狀況 像我夏天的話 我兩天就要澆一次水 大概要花費一個小時的時間 有了那個其實會變成是我一個壓力的來源 那下個月我要出貨兩個禮拜 裝設自動膠水系統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可以執行了 那我就在網路上搜尋到 台灣的品牌聚財模型 20年的研發景點 兩年的保固 那我就主動邀約合作 就促成了這一集的產生 討論了解之後發現它們的功能跟產品 比我預期中完善跟貼心 電磁器它是Wi-Fi版 開放一個手機的App 去控制你的膠水系統 就算你人不在家 你可以隨時監控 了解你的膠水的狀況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裝設 我們的全自動膠水系統吧 Let's go 作詞主撞除了就算你通算 採寶 還有 可以放 seguinte 為什麼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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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夏天一盆兩天就要澆一次水 有了這個系統之後 我其實每天就是只要看一下看一下 像灑肥料啊 噴苦練油啊 這才需要針對每一個植物去噴灑 那其他的時候我就是觀察說 它有沒有狀況 或是調整一下它的位置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花比較多時間 因為你要一直去觀察它的位置 哪邊要再更濕一點 太乾了 花很多時間去觀察去調整 然後第二點呢 它真的蠻方便的 因為它有開發這個手機的app 可以直接用這個手機app去改變你的排程 或是瞭解你這個系統的狀況 就是在公司上班的時候 我可能會感受到今天可能中午特別熱 噴水的排程把它取消掉 就不會讓它說在中午很高溫 然後又很高濕 葉片上可能會有水珠啊 椒液的這些狀況 這些你都可以依據當天的天氣狀況 排程去修改 app我覺得幫助還蠻大的 第三個就是安心感 手機app可以去做操控 它同時它也有偵測一些功能的異常會提醒你 不太放心 你就可以點開app看一下它的狀況 像我第一天裝完這個系統的時候 其實蠻不放心的 我還甚至擔心它會爆管 還是什麼有其他的狀況 然後晚上有點睡不太好 現在我是用了大概兩個禮拜 沒有什麼狀況的產生 就我現在對它依賴感跟信任感一樣蠻強的 第四點呢 就是它安裝的彈性 很多不同的膠水桶 有可以調整水量 噴水的方向的 然後有水霧的 那就可以依據你的環境 植物的狀況來去做選擇 那像我一開始配置的設計的想法 上面要有水霧來去增加濕度 那底下的話 膠水桶來去幫這些植物們膠水 那後來我發現說 其實以我的環境跟植物 只需要那個水霧就可以達到效果 因為我這個噴霧桶 它噴完之後 它其實在比較大的葉片上 它就可以在葉園集結這個水株 然後慢慢地滴下去 這兩個禮拜的觀察 我就會把比較需要水分的植物 然後移到會滴水的葉園底下 所以你就會花比較多時間去觀察說 哪些植物應該在哪個位置 然後怎麼去調配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要留意的話 就是公寓的陽台 然後底下其實都有住戶 膠水系統 它的水量其實還蠻多 久的話就是會一直滴水在樓下 邊其實都有做一些比較大的 水盤的布置 不會把水一直流到底下 造成別人的困擾 這是大家可以注意的 那總體來說 這個系統它在布線啊 這些安裝其實都不會很困難 蠻好理解的 要花比較多時間的是在 你要去觀察 去調整植物的位置跟它的功能 大概前一個禮拜 你會花比較多時間 一直在去調整這些東西 但其實你只要調整完了 真的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花更多時間去觀察你的植物們 那以上就是我這兩禮拜 使用這個膠水系統的心得 那我們也有跟玉材模型合作 到玉材模型的官網下單 在備注欄的地方輸入日常滴滴 是買WiFi版的 就會送價值700塊的 噴霧補充頭 那如果是一般版的就會送膠水的補充頭 前50組下單加正寶特瓶滴水的滴頭 那有興趣的話就到玉材模型的官網下單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嘛 有興趣的或是有問題的 都可以到底下留言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今天就這樣吧 掰掰 按讚